每隔几年,便会有一部金庸剧被翻拍,这似乎已经成为娱乐圈亘古不变的定律。而金庸翻拍的影视作品中,最受欢迎的无非就是天龙八部和射雕三部曲了。 如今新版《以天屠龙记》正在热热闹闹地播出,而新版《神雕侠侣》也于去年十一月杀青,相信再过不久,就会和大家见面,接下来,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下吧。 故事还是那个故事,已经被拍过那么多个版本,相信大家都已了然于心,在此便不多言,不过,据说,这次是以郭湘为主视角进行讲述的。 我承认,这种改编还是有些心意,可是,杨国和《小龙女》在郭湘出生之前,就已经发生了那么多精彩的情节,要如何通过一个称得上晚辈的郭湘去传达,这个还真挺考验编剧功底饰演郭湘的演员,是刚刚才被评选为新一代四小花蛋的文琦,妹子的实力还是很强的,未满十八岁,就已经提名过金马奖最佳女主角, 还斩获过金马奖最佳女配学,演技是完全不用担心的。 但从外形上来说,我觉得她并不符合原著,因为她的五官比较俊朗,而原著中对郭湘容貌使用的最多的形容词是秀美, 这个就得看造型师的水平了每次神雕侠侣翻拍,大家最最关心的选角,必然是小龙女了。 新版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将毛小慧出演,我作为一个电视剧博。 主,也不认识这个姓名呀,因为这位新生代女演员目前还只出演过两部电视剧,而且都还没播,是个不折不扣的纯心人。 姑且不论她能不能驾驭小龙女一绝,光是这个大IP,就足以帮她打开知名度了。 不过,相较于小龙女和郭湘,大家对杨过的选角就没有那么苛刻了,基本只要符合梅青木秀就好,理解都是如此。 新版神雕侠侣中杨过的饰演者叫同梦时,也是新人,不过之前已经在青云志、浩兰传等多部热播剧中露过脸,根据以往的表现来看,这版杨过应该问题不大。 若论及这版神雕侠侣,谁最吸引我,必须是毛林林饰演的李莫愁了。 容貌甚美,心若蛇蝎,这不就是毛林林最擅长的角色风格吗? 之前她在《蓝灵王》中饰演的正儿,让很多观众入戏到无法自拔,她当时几乎被骂到怀疑人生, 所以我相信,她一定能演好李莫愁这个有情有义的大魔头,光看并装照,就被美翻了苏青饰演的林朝英,也是本剧的最大亮点之一。 这个角色的戏份不多,甚至在很多版本中,她的姓名只存在于台词里,直到最新几版,林朝英的人物形象,才开始在荧幕上呈现。 苏青之前在演起攻略的演艺深入人心,靠着反派而情迅速走红,看过定庄照后,我觉得这个林朝英,肯定又能为她圈一大波粉。 除此之外,配角阵容中还有许多非常熟悉的面孔,他们分别是宗峰炎、少冰、龚贝蜜、汤震宗、方忠信、余波算起来,这些都算得上是新版金庸剧的常客了。 如今的导演都是安经典翻拍的套路,清一色彩用新人主演搭配老戏古履叶,你对新版神雕侠侣怎么看?